来关心台湾跟所罗门群岛的邦交再拉警报 所国总理苏加瓦瑞在今天召开会议 讨论跟台湾邦交的相关事宜 跨党派小组的报告建议说 在9月中之前跟中国建交 不过我们的外交部痛批说 这份报告的内容是谬误偏颇 甚至还谎称曾经来台湾考察 而蔡总统则是喊话说 台湾对于友邦都是真心诚意 尽心尽力相待 蔡总统日前亲自接见 所罗门群岛外交部长马内列 要曝出邦宜不稳的传闻 不过总理苏加瓦瑞召开内阁会议 讨论是否跟台湾断交 台所关系又陷入紧张 我们对我们的邦交国 都是真心诚意的相待 那我们对于我们邦交国 有些在经济发展上 或者在人民的健康照顾上 或者产业发展上 我们都尽心尽力的去协助他们 会议上跨党派小组的报告建议 在九月中前跟中国建交 赶在中国十月一号庆祝建国 七十周年前 中国跟索罗门互设大使馆 增进双边关系 跨党派小组的报告内容 荒谬跟偏颇 严重的扭曲事实 更谎称的曾经来台考察 并我方讨论等等 在事实基础已经有错误之下 跨党派小组所做出的结论或建议 也就失去了可信度 相信也无法取信 所国广大的民众跟政治人物 外交部批报告扭曲事实 索罗门群岛跟台湾的邦交 可能生变 连带影响美国区域利益 美国副总统彭斯将利用 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 跟苏加瓦瑞会面 美方出手帮助台湾留住友邦 澳洲更打算松绑永久居留权 等力多给索罗门 避免索罗门快速倒向中国 我常说好朋友就应该要常常相聚 而台湾和索罗门青岛就是最佳的例子 这个好朋友以后还能常常见面吗 就怕不敌对岸 淫淡公事 锁锅新一横投向中国怀抱 记得有希望比赛卫生台北报道